梅西资料照,法新社体育中心,综合报导先前在今年世界,被淘汰后曾表示要退出国家队的梅西莱昂内尔梅西,根据阿根廷ESPN的报导,她将在3月阿根廷对上委内瑞拉和捷克的友谊赛中归队,阿根廷将在3月22日在马德里对上委内瑞拉,四天后在德国对上捷克,这些都是为了准备6月每周杯的热身赛,请继续网络, 阿根廷的总教练斯卡罗尼莱昂内尔斯卡罗尼在上个礼拜受访时表示,很高兴这位五度获得金球奖的球员能回到国家队来,同时他也表示他们会进行更多的讨论,确保梅西能在国家队待得开心,斯卡罗尼在世界,后成为阿根廷队总教练,他曾在访问时提到很惋惜自己没能执教到梅西, 如今他有很大的机会能够获得这次机会,而梅西整个圣诞假期都待在他的家乡罗沙略省,至今仍未对,于他在国家队的未来动向进行任何表态,还想看更多新闻吗?欢迎下载自由时报APP,现在看新闻还能抽奖, 共7万个中奖机会等住你 iOS 载点 HTTPS 冒号双斜杠 吃OO 点吃L 鞋杠 吃C70R RedEnded 载点 HTTPS 冒号双斜杠 吃OO 点吃L 鞋杠 VJF 3LV 活动办法 HTTPS 冒号双斜杠 VRAW 点 LPN 点 COM 点 TW 斜杠 SLOT 下划线 V8 斜杠 已经按 了 谢谢 相关新闻